原以为做爱心妈妈 爸爸这个服务的行列是很简单的 但是在听过他们的一些事情后 我才发现是我错了 爱心妈妈 爸爸们 根本一点也不轻松 不但要冒着生命危险为我们开路 用他那一双柔嫩而温暖的手 为我们挡住一切的危险 不论是下雨天 还是炎热的大平天 爱心志工们都不值心咯 我觉得 既然爱心志工们都这样为我们大家付出了 我们也应该要给他们一个回报 我们虽然只是一个无能为力的小蚂蚁 既不能帮他们站岗 也不能帮他们做什么 但是 在他们有需要的时候 帮他们一个小马 像是帮他们拿个雨伞等等 这就是对他们的一种回报方式 这个对他们来说 就是最感动的事了 虽然 你可能不觉得 只是回报方式 但是 我可以很肯定的对你说 是的 真的是 在这里 我要诚心的感谢所有的志工爸爸 志工妈妈 不只有感谢我们学校的爱心志工们 连别校的爱心志工们也需要感谢 因为不只我们学校的志工们非常的辛苦 其他学校的志工也是啊 所以 我希望 无论是我们学校的小朋友 要感谢爱心志工 其他的小朋友也要 在这里 我要慎重的感谢 全天下 能不能请你举一两个在四几年来 你担任导户志工中遇到的感动的事情 感动的事情 有有有 有这边啊 有这边就是 因为我要出去站岗没有下雨啊 这到一般下雨嘛 下雨就是因为没有带 没有穿乙衣没有带雨伞啊 哎呦 过日的太太啊 她拿个雨伞啊 从我那边过去啊 看到我在淋雨啊 她马上给我 她马上给我 她在我旁边 我看她整盛事大大 我再马上 啊你 我要拿雨伞给她 我说你拿去没关系 她说你你你你 这样我用啊 她说啊 那你去旁边啊 有那个可以 那个 旁边有那个可以 什么 有点味的地方啊 有点味的地方 我叫你那味啊 她就没说 我都没说 她感动的啊 还有那个 丁下旗啊 那个刘伟哲啊 你们刘老师啊 对啊 有时候出来看到 有时候下雨出来 因为有时候 有时候我们出去站岗 没有下雨啊 站一半就下雨啊 就伟哲出来啊 看到有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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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妈妈 我要把她 你都赶紧跑回去 你谁叫我拿那个 遗伞给我 我们这样子啊 我就说哦 老师这个人好 那苏雄阿姨能不能听你 举几个女 印象最深刻 那可不可以大概说一下 在她们身上发生的事情 那个我们之宫 妈妈有一个素修素啊 最近她住院啊 就是说 身体不好 她说 她也是硬要出来站 我跟她说不行 你身体好才出来 我帮你站那些关系 等你身体健康才出来 她说好 可是她最近身体是蛮差劲的 像上一次啊 那个流出染啊 她也是沿路神经啊 穿就是嘴巴胃一边嘛 她也是说 她出院 可是她说出院站 我说叫她服用 我觉得这几个志工 都蛮优秀也不错 就是 给我们学校 也说 奉献蛮大的 所以 我们就 校长也是蛮鼓励她的 就是很很感动 妈妈在大热天为我们 这样服务 你有没有想要对她们说的话 或者要怎么回报她们 就很谢谢她们在大热天下面 这样子 帮我们 引导 不会让我们被车子 不小心撞到之类的 也冒着被晒伤 或冲鼠的危险 帮我们 开路 这样子 很感谢她们 为什么你的子女都已经毕业了 那你还愿意留在学校帮我们俗路 因为 我是感觉 做志工是一种欢心的事情 我觉得是 当志工真的不错 早上去当志工 回来 心里真的很舒服 因为 什么叫当志工 回馈给学校 因为以前我们小孩子 在学校时 老师回馈给我们 老师蛮辛苦的 现在我们小孩子都毕业了 我们利用一点点 回馈给老师 回馈给学校 看你们这些小朋友 平平安的上学 平安的下学 我们就很高兴 虽然就是因为白天 我们是 我们是要做生意 白天比较没空 利用了 就是上下班的时间 去看看你们 帮你们做一点事情 我们就很高兴 平常心 放心的心 看你们平安 我们就很高兴 所以这个是大家所有志工团的训练 是这样子 我家里我的小孩子 我的女儿 我先生说很鼓励我 很支持我 所以我做得很开心 很高兴 就是认识那 有一些很多的爱心妈妈 就是好姐妹 大家很好相处 有时候我们有空 就到他祭餐一下 就觉得很好 像我们有一个爱心妈妈 叫王爱珠 是去送山的 他是每个礼拜 多一天的时间 来帮我们赞岛父 我的是觉得 真的很感动 因为他已经 办那么严 愿意一来 出来帮我们当志工 当岛父志工 我们是住在附近而已 所以我们要更加努力 做得更好 回贵给学校 回贵给学校 你要问王国务的样子 你有没有想要对他 我们说 说爱珠妈妈 谢谢你 这么辛苦的问我们 你可以不求辛劳地叫 为我们做 塞太感谢你 您在大宏国小服务了多久 能不能说当初是什么姻缘 来帮导父志工 我在大宏国务十七年 十七年 十七年 就是那时候 就是说因为 我先是 你们小朋友赞岗 后来小朋友 碰到危险没有赞岗 后来换老师赞岗 那个时候就是说 因为老师很辛苦嘛 早上也是要找 算找什么 就是说 找字 找像什么 老师 找爸爸 找爸爸不晓 找字修 找字修吧 老师就是 比较远来这边 比较辛苦 那个时候我看到说 老师也是 我们可以帮忙的话 就是帮忙这一些 帮忙老师赞岗 给老师个方便 有认识你们这些小朋友 我觉得蛮高兴的 就是我们那个时候的 心态 那四川阿姨 带你参与的这些年 大同国小 导护志工的人数有什么变化 哪一些年是因为什么原因 所以人数最多 哪一些年又最少 所以说 您对导护志工的期许 您对学校的愿望 能帮您 做一点事情啊 希望学校给我们鼓励啊 希望说 继续学校 寒暑假的时候 帮帮我们找志工 保护志工 妈妈 就是这样子啊 那四川阿姨 您在大同国小 当保护志工 那么久 能让你继续 当保护志工的动力 是什么 能不能也推出 您当保护志工的乐趣 嗯 也不错啊 欸 像我先生啊 我小孩子都蛮鼓励我的啊 好像出去运动啊 啊 早上就是六点半都起来啊 啊 就是七点多都出去啊 啊 好像我们也是运动啊 啊 看你们平平安安 我们就很高兴啊 啊 有时候看到过热人啊 给我们敬礼啊 啊 那安心妈妈在烈日下 这么辛苦的为我们服务 你有什么心得 或是要怎么回报他们 我觉得他们每天 在阳光下面 那么辛苦的 帮我们指挥交通 让我们可以 安全的上学 放学 在学期末的时候 可以做一张卡片送他们 然后每天跟他们说一声谢谢 那说一说您跟 党户志工的期许 以及对学校的期望 头小的时候 党户志工 全是十二月而已 后来我想说 啊十二月就是不够 不够人 因为 比如说唱吉階就是老师 乘程德路就是我们爱心妈妈乘 啊 我就是说啊 就把老师倒三天 就把他全部倒三天 就把他全部倒三天 我就跟牛人 牛厨朋友就是 我叫我拍 就是我先生的朋友 还有一些年纪啊 大家都帮忙 还有 拜托学校 每一次都 就是说 寒假暑假 开学的时候 叫信老师帮忙 我们放那个 宣传单单子啊 给各班的老师 跟老师都拿 分给你们 就是这些小朋友 拿回去给家长看 他们家长也没有愿意 就要参加无志工 啊我都觉得说 因为 参加济缸 通常我们这个 工作就对了 就是说 啊看你们这些小朋友 平平安安安 啊我们就很高兴 那时候我的心态就是这样子 所以 很多人要做爱心的 所以就是人 越来越多 对啊 就是说 因为 这是一个团队 就是说 大家不管 爱心爸爸是爱心妈妈 就是一种 认识 一种缘分 啊大家说 一个团队可以 大家到底就是 一个 就像说 结缘一个好朋友 就是 啊有时候 我们就是说 三十九尊 就是说 就是说 大家说 啊忌讳一下 互相鼓励一下 看到你们这些小朋友 平平安安安 上下学 啊我们就很高兴 对 所以人越来越多 爱心妈妈 在烈日下 这么辛苦的 为我们服务 有什么心得 或是要怎么回报他们 我很感谢 志工妈妈 志工爸爸 为我们服务 在烈日下 帮我们指挥交通 不让我们受到危险 让我们安心的上下学 至于回报 我会在学期末的时候 做一张卡片 给他们一个大大的有报 对于我们学校导户的装备 有什么建议 诶 装备方面也是不够 希望学校 诶 都提供我们 很多的装备 因为怎么说 因为他家那个扫子啊 就是用几次啊 就会生锈啊 那应该是 几个月换一次吧 有时候都是半年才换一次啊 所以扫子大部分是不够 还有那个 手套也是不够 希望学校再征集我们 比较多的装备 对 还有那个边心 那叔叔阿姨能不能请您 居几个 可以让我们访问的职工 访问的职工 像我们这个少龙啊 诶就是 他已经当八九年了 他当九年的职工诶 他从来真的没有要求什么 诶 他没有迟到过 诶 没有什么旷课过 像你说 有时候来上学 有时候没有 他都没有 他是每个礼拜 你在那三 在我每个礼拜来三 真的很优良的职工 有好几个 像那个 寶贝阿爷是不够啊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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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是 七队长啊 他也是很 很有爱心啊 诶 诶 大部分他就是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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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已经做了十几年了 都不错 诶 所以就是大部分 我们现在打护职工 总共有三十几个 三十四个 每个人都不错 真的很有爱心 在校生 有七八个 大部分都是毕业生 他小孩子毕业 啊 愿意回来学校 帮助我们 也是真的 真的 大家真的很感恩他们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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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些妈妈都在帮忙学校 可是那时候我是没有办法 但等到我的二女儿 差不多一年级的时候 我刚好有那个机会 然后他们就说可以帮忙 然后想说反正只有时间很短 那我们就好吧那就帮忙了 所以我就这样进来 那请问能不能举几个 在你保护的当中 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我在第一次当导父妈妈的时候 就刚好 刚好看到 永远的看到一个 现在一年级小学生 我觉得好厉害喔 他们一年级就自己去上学了 我印象最深刻是在我第一年 当导父妈妈的时候 就看到一个个子小小的 然后一个 是刚好是我女儿的同学 他只有一年级喔 他自己从陈德路那边 自己从购买路过来 然后我就觉得 这个小朋友真的好厉害喔 他就自己去上学 然后自己那个 他才一年级耶 那时候我也是第一年才占导父 然后一看到这个小朋友 我就这个小朋友好勇敢 这是我印象最深刻 苏秀阿姨在导父的时候 有没有得过什么 比较骄傲的事情 有 诶 快一回啊 就是那个 几月几号 几月几号 嗯 到底要看的 这个看就好吧 就是那个福人社啊 福人社 台北福人社啊 那个会长啊 房会长啊 房会长 那个颁奖给我们导父职工 就是因为我当小会长啊 才有这个东西嘛 所以很感谢那个福人社会长啊 就是有 有 有 有奖状啊 上次还有那个去 去那个什么 那个 零下 零下那个派出所啊 还是有得奖 就是我觉得我 很谢谢 也很感动 请问你对整个志工团体 有什么想要出的话 或鼓励的话 嗯 我是打护志工的小队长 我已经当了六年了 我希望在新学习开始 我希望 各位爱心包 不管打护子 还是竹竹子 还是鼓臭子 还是鼓臭子 鼓臭子 希望大家姐妹们 加油加油 那请问 有没有想要对志工团体 说的鼓励的话 或者是一些话 我是打护志工的小队长 啊 我希望这 哎 每一年 哎 人就是 最好是增加 一些 一些 志工爸爸跟志工妈妈 不管哪一个 因为我们有分好几组 不管哪一组都 增加 啊我希望我组内的里面的 的打护志工妈妈 志工爸爸 哎 希望 哎 人业做也好 啊 我希望姐妹们 都 而且我们 星期二的早上 是跟一位 林立琴小姐 我们是同组 啊 两个一组 来做 啊 东西巷 两边的 啊 做交通指挥 啊 做保护 啊 这一方面我们都 已经那么多人了 啊 啊 默契也很好啊 啊 所以说做起来也能够 合心应手 啊 那这一方面我们是 啊 啊 对社区 啊 对社区 啊 啊 对小孩子啊 啊 啊 对家庭啊 啊 我们都做一些啊 啊 协助的工作啊 啊 我们也感到很高兴 啊 也很荣幸 有这个机会 啊 来参与 啊 谢谢 那您对那位 林小姐 有没有特别的感受 或者有什么 话要对她说 啊 啊 关于林小姐 她是一个 相当健责的 啊 女士 啊 她每一次 啊 有时候 我们是相互 啊 啊 胡子 啊 就是说 有时候啊 我个人 比较晚到的时候 那林小姐 会协助 啊 在倡吉街 跟那个 啊 城的路口 啊 做交通指挥 那 如果说 啊 她 有事情的话 那我也可以担当 啊 读认这些 指挥交通的工作 所以说 我们配合的相当好 那 林小姐 也是 比较资深的 比我更资深的 啊 所以说 她也给我做很多的指导 那我们相当感谢 啊 而且也配合的 啊 也默契的很好 啊 这是我们对她的 表示敬佩之一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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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